烤肉不烤焦 居然輕瘦內行的小撇步 又是一年一度的中秋大會烤 跟著達人來複習烤肉技巧吧 生蠔的部分 比較凸的地方你可以朝下 快烤熟時 邊緣會冒泡溢出水來 火候夠的話 通常烤五分鐘就會開殼 超過太久沒開 就要手動撥開 不然一直放著 只會烤到天荒地牢 豪肉變豪肝 那一開始火比較大 比較適合烤後鮮牛排 然後等下烤天邊 它有變灰色三分之一的時候 就可以翻面了 兩面都烤到上色後 就剪成條狀 再立起來烤切面 兩個切面都烤到上色後 把肉剪成塊狀 翻烤一下就好啦 烤肉片除了單吃 還能加料 無論是牛肉豬肉 梅花五花 只要是長條肉片都適合 包剝皮辣椒或起司司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變金黃色就可以了 然後烤另外一面 敲網 然後再來是網子乾淨的程度 越乾淨的話 它很容易就黏住了 所以烤秋刀魚 其實用比較 稍微髒一點的網子 會比較好烤 兩面都烤到上色後 夾起來烤魚背 這樣等等比較容易 剖開去刺 尾巴的肉稍微 沿著骨頭邊邊稍微挑起來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然後沿著它 背部剛剛稍微划一刀 沿著骨頭 直接划開 從尾巴把魚字挑起 再翻面把魚肉烤熟就好 烤蝦則是先把兩面烤到上色 再立起來烤背部 先夾住第一隻蝦固定 讓其他蝦能靠著立起來 烤到蝦頭冒泡就可以吃啦 烤香腸避免用大火烤 在外彎烤到上色後 把香腸剪成一段一段 再翻烤 受熱會比較均勻 想要烤出金黃不焦的完美狀態 掏角破方式就是先把香腸蒸熟 再放到炭火上烤出香氣 微焦即可 富看東新聞 這是烏骨雞香腸不是燒焦報道 又到了一年一度中秋烤肉節 烤肉人人會烤 要怎麼烤的好吃 就要看蘋果新聞網找來達人 示範各類食材燒烤秘訣 趕快做筆記吧 欸很燙耶 手如果可以停留在上面 約10到15公分 3到5秒 就沒辦法承受的話 那個基本上就是大火 然後如果可以停留7到10秒的話 差不多就是中火 然後你可以持續保留在上面的話 就是小火 那大火的話 我們就試著烤這種牛排 烤大塊的肉 厚 比較厚的肉 像牛排 豬排 或者是雞腿肉 我們盡量啊 放在就是在蘆果的中間 盡量不要放在外圍的地方 在家裡烤也一樣 因為你如果放在超外面 它基本上是沒有溫度的 不管肉片或是厚的肉排都一樣 烤到它周圍表面開始啊 有點變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翻面 我不太建議它一直持續翻面 因為你持續翻面的話 它 油水 肉汁啊 比較容易流失 減少翻面的次數的話 它吃起來的口感會比較好一點 我稍微感受一下它肉的熟成度 它現在已經差不多要 快拖五分熟了 好 你旁邊的話 可以稍微給它去拉縫一下 沒關係 像它這樣開始有點收縮 周圍有點變色 表面有出油水了對不對 我們再做翻面就好了 不用烤到全熟也沒有關係啦 基本上看個人 如果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在塗醬 稍微再給它敷熱烤一下 其實就可以了 香港的話我們盡量用 比較中小火的時候烤 因為它大火啊 它外面那個長衣啊 會比較容易焦 然後因為它裡面它真的是肉嘛 所以它裡面它其實熟 不會這麼快 然後蘸油 中小火 放肉 跟烤肉一樣 我們都是烤肉 就集中在中間 好 盡量讓它放整齊 因為這樣受熱 它會比較平均一點 比較不會 如果你放這樣 它會一半紅啊 一半成是生的 下次熟的話 最簡單的判斷方式就是 整隻一定要變成紅色 它比較不容易熟的是 頭跟身體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 因為它本身會比較厚一點 熟的話基本上它的蝦膏會往外流 好像會有這樣吐泡泡的感覺 因為它比較難熟的地方 它其實在它的頭部的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倒不是身體或者是腳 溫度比較高的地方通常都會集中在中間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放的時候 盡量攔熟的地方 盡量往中間放 烤到它整個都乾掉 然後帶有一點金黃色的 那你表面整個都上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 稍微做採檢的動作 你看它收熱會比較快 而且會比較好吃 外圍的話比較觸虛 比較容易焦 就是用小火慢慢烤 帶有一點金黃色 就差不多了 自己在家裡烤 沒有 沒有去做更換網則動作 其實會建議海鮮流到最後 建議就是中小火烤就好 皮啊外表容易焦 但是它裡面不容易熟 因為它水分多 把皮刮掉 因為它秋刀魚 它其實外表它還是有零片 對 那在烤過程中 它的零片啊 瘦熱 其實它還是會有點焦苦味 對 對 對 需要幾年功夫 幾年功夫 喔 我是烤了十年了 它開始變軟之後 好 香菇蒂比較厚的地方 我們可以稍微破壞一下 對 好 讓它收熱會比較快 熟了 要起來的時候 我們再煮就好了 你只要有持續的去做翻面 然後同一面 不要讓它停留太久 它基本上不會有 就是有噴的那種感覺 你要知道它熟 你就會變成你要常去翻它 它的熟的話 它的綠米粒啊 它會整個 會膨脹 簡單汆燙或簡單蒸過 好 讓它就是已經有幾乎熟了之後 再去做燒烤 就會很簡單 就只是敷熱而已 我們不要靠近火太近 對 就是稍微遠離一下火 可以的話 就是慢慢的一直持續的去 保持它有在轉動的感覺 它其實很快就好了 OK 你們有沒有看到棉花糖 慢慢開始膨脹 它有點軟軟脆脆的感覺 復刊動新聞 肚子餓的寶寶